今天就開始我們的情緒精猶互辛苦了 今天就講拖延症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拖延症 我記得我最近的一次拖延症是做什麼呢? 就是我不想報稅 我就很不想報澳洲的稅務 我最厲害的就是不做 然後終於怎麼搞呢? 我是用了一套精油 突然間就開始想做多一點 我記得那時候是 我們第一次想升級課程 Vivian那個 我就用了一套aroma 那套是不是Freedom Sleep? Freedom Sleep 那用了之後呢 我的拖延症就明顯好了 不知道發什麼神威就拿了單出來 那次是第一次 那年報了 然後第二年整個疫症假期都是不做的 然後我用了一招 真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有沒有拖延症呢? 每個人基本上人生都有拖延的發生的 不管你是學生啦 上班族啦 大老闆啦 大家都可能因為某些原因不斷在拖延的 以下呢 探討拖延症發生的原因 還有可能解決的一些方法啦 我選了這張圖 剛才我在這裡吃dinner的時候 我跟我表姐說 這張圖很棒的 你看看它幾個字 我不知道你們看不看得到 我希望你們看得到 明日復明日 明日何其多 既然這魔多 不妨拖再拖拖 我覺得很棒啊 我們對了 永遠就有明日 有明日啦 好了 原來拖延症分很多的階段的 第一個階段就是 你很有滿懷壯志 是不是? 那你就會說 我應該早點開始啦 那這個就是第一個階段 就是每一次我們溫習啦 或者你準備啦 像我譬如今天那樣的PPG啦 我都會準備啦 那第二個階段就是 我盡快開始啦 就是你已經過了第一個階段啦 但是你都沒有動過啦 你開始擔心啦 就覺得早點開始的時機已經過了啦 那慢慢開始感到壓力啦 也都離開那個dead啦 有一段時間 但是都是抱樂觀的態度的 那這些很多時候呢 幫一些小朋友 我幫小朋友溫習呢 我就有這樣的感覺啦 那這個呢 就是盡快開始啦 我們 好了 階段三啦 如果再不開始呢 會怎麼樣呢? 隨著時間的流勢呢 取代的樂觀呢 已經有不祥的餘感了 你開始想啦 如果我一直都沒有開始呢 會不會離不及呢? 離不及呢? 好了 第四個階段 我還有時間 雖然都感到內疚 還是抱著最後一點的希望 希望奇蹟會發生 階段五呢 就開始反省自己啦 我有問題啦 是不是缺少了些什麼 而自己沒有的東西 例如自律啊 智慧這些呢? 好了 到第六的階段呢 就是最後的抉擇啦 開始我是不是要做完它 或者要放棄呢? 第七呢 就是到底線呢 到deadline的時候呢 就跟自己講啦 我不可以再拖啦 那這個呢 就是拖延症一般的週期啦 那但是呢 我最近呢 看了一本《番茄工作法》的書呢 那它就會講呢 就是 如果你真是 你真是很想要做 而你真是不想要完成那樣東西 那其中一個方法是怎樣呢 就是你分給別人做 就是我最近這個方式呢 就是我和我老公呢 交換工作來做 就是他做數 他比較擅長的東西 那我就去做一些 我幫他處理一些他做不到的東西 那這個方法 我覺得非常之好 就是 我和他交換可以幫他拖延 和精油幫到我們 拖延呢 其實是一種心態來的 當然啦 你是不想要做的事啦 那些是 你經常都有很多藉口 譬如你懶惰 或者不記得 那這些呢 都是全部藉口來的 但是最後呢 就搞到一些東西呢 但是最後呢 就搞到一些東西呢 互焰 比較我們叫東方釣 和新辣釣的精油呢 是幫助我們呢 拖延的心態呢 可以幫助到的 其實呢 我為什麼會分享 《情緒精油護身符》這個系列呢 我都跟大家講啦 精油呢 是可以幫助我們的情緒 那很多人呢 都會很正常 就是一講精油 他們就問 塗邊啦 塗邊啦 什麼時候塗啦 怎樣塗啦 其實呢 情緒精油很辛苦呢 我從頭到尾呢 就想跟大家分享呢 就是 精油可以用得很casual的 你可以當香水那樣用啦 就是塗一下稀色 塗一下耳背 手臂啦 或者你可以滴在三領啦 或者你好像我的朋友仔那樣 戴精油抗香頸鏈啦 或者一會兒呢 我會送出口罩扣啦 其實這些這樣的方式呢 都是可以幫助自己呢 去用精油呢 用得簡單 而又直接的 就不是想很久 那很多人買了很多精油 其實從頭到尾都沒有用過 那我很希望大家 就是我經常都講的 用了它 就是用了它那樣東西就是你的了 好了 第一個我們講呢 島徒式的拖延 什麼叫島徒式的拖延呢 就是這些呢 就是 這個呢 就是你搏一搏 就搏一搏呢 很僥倖的這樣 不用做 就可以搞定了那樣東西的 如果呢 你曾經是試過淋得抱佛腳 但是呢 也都因為這樣淋得抱佛腳 就是上個甜頭 都是可以的 那你就會催眠自己了 旋兔橋頭自然直啦 老天呢 會將我最後的關卡呢 就是頭過身就過 那其實呢 這個配方呢 就令人領悟到呢 其實我需要非常之努力 才有辦法完成它的 行不行 所以呢 大家呢 就要改一改那個僥倖的心態 就是你要努力才會完成它的 那好吧 你可以用什麼呢 你可以用安息香精油 安息香精油呢 就是你在十金裡面呢 就整天都會看到它的 但是呢 又很少人拿出來用的 那其實呢 它有這個僥邪驅魔的作用 也都是很喜歡用在香氛裡面的 風水裡面呢 安息香呢 是有清素 用來清素被爭執過的房子 就是如果呢 你想那間屋呢 就是爭執過啊 或者有些人覺得那間屋 有很多爭拗啊 我最近呢 我自己都發覺呢 我認識了一個朋友 那他搬了一間大的店 他都是做自然療法的 他多了很多的complaint 可能就是 我們叫做是非多一些 那如果你那間屋啊 或者你工作的場所 是多這些 是非比較多的話呢 那你可以多一些diffuse這個安息香精油呢 是非常之不錯的 那跟著呢 就是肉桂精油 那有時候呢 我少說 我之前看過一本台灣書呢 它就說呢 就是說肉桂精油呢 就是驅小人 那你可以呢 就是滴在身邊啦 那還有呢 就可以刺激我們的 為我們的血氣循環加油啦 腦啦 呼吸道啦 腸道啦 胃部啦 避尿加油啦 是一些比較熱性的精油 如果你是手腳冷的話呢 可以多些將它用來浸腳啦 或者踩手腳啦 那也都對女性的生理周期可以加油的 它會令人呢 充滿力量 感覺很溫暖 心情很暢快 也都可以促進性慾 其實呢 現在的女士呢 我經常都跟一些女人講的 可能我官司多女人啦 其實我沒有什麼男人朋友講 科學又講 肉桂精油呢 如果 我不是想講這個 是很多時候的女士呢 現在的女士的性冷感 是比男士多的 所以呢 如果你真的是一個 你想在這方面 不要那麼冷靜啦 另外就是 如果你想生小朋友的話呢 用多一些一些比較容易 情感上面 催情的精油 都是很好的 也都可以用來招財 那我覺得這支非常之下 就是你戴著它 你又可以減低拖延 又可以招財 又可以picture 就是7月這個配方 就是一陣子的問題 就問這個配方 好 7月 接下來的農曆7月很適合 好了 第二樣東西啦 就是害怕失敗型的拖延 這個真是人人都會試過 失敗非常之痛苦的 所以呢 正常呢 我們的拖延症呢 他們怎麼斷定為拖延症呢 就是 你呢 有一件沒有那麼緊急的事 你有一件很緊急的事 但是你竟然呢 在你選擇的情況裡面呢 你選一件沒有那麼緊急的事去做 那這些呢 就是他們覺得已經是落了拖延症的了 那當然啦 你會選看書啦 你會選看戲啦 你會選做一些其他的事 你都不去做一樣正統的事 好像我的女兒考琴那樣 考洋琴啦 她看書啦 做exercise啦 做其他的功課啦 她都不會去練琴的喔 那直到差不多真的考啦 那第一次呢 就應該是 她有些 她是那個 因為今年是錄影啦 那個調音的那個琴 沒有給她調啊 那個洋琴 那跟著呢 她就再給她考多一次 那她 跟著考多一次呢 我們一個 一個禮拜之後啦 那她那幾天呢 就真的開始呢 就每天才開始彈琴啊 真是真正正的練啦 那原來呢 可以講霍鄉這件事呢 先講一下 即使呢 不愛 不跟老天 賭一賭啦 但是呢 仍然呢 很容易呢 會害怕失敗的拖延的 無論你是 如果呢 你是一個完美主義者 得不到100分呢 就寧願不做那些人呢 那你就一定要設定一個目標啦 有些人呢 就喜歡呢 天天不斷拖 都不願意出手 因為你一做就要做到最好的 那有些人呢 這些人呢 自我要求很高啦 經常出現失眠啦 胃痛啦 頭痛啦 那你就可以多些用這個港霍香 還有迷疊香呢 就可以鎮靜和真正的 焦慮性能上面的加油 好嗎 那我們呢 就講一下港霍鄉 港霍鄉我經常都講啦 保濕啦 原來呢 在港霍鄉的世界呢 我之前呢 就聽人家撈在護膚品裏保濕 那其實我都聽到一頭霧水的 因為呢 護膚品呢 就 蒸油是油啦 那 怎麼在護膚品裏面保濕呢 就是 我之前都聽到一頭霧水的 為什麼會呢 那原來呢 他們呢 講其中一種保濕的方法呢 就是 你透過你的抗香肌去diffuse 那就會令到 原來 Patchelry就會令到整個空間的濕度 或者你吸收水分的能力去提升 那這個呢 這個呢 就是港霍鄉平時做的保濕的效果 那你都可以修復皮膚的瑕疵啦 收緊鬆弛的皮膚 緩解焦慮啦 恐懼啦 增加這個積極的情緒 哇 我們送了很多支Patchelry的嘛 大家快點用光它啦 跟著放鬆心情啦 促進安眠 安眠 又多一支安眠的精油啦 那加速新人代謝這個很棒啦 那剛才那個呢 肉桂就升溫啦 這個就是降溫 降溫 那也都去VV去多一點啦 可以令到你沒有那麼水腫啦 那也都可以掩蓋身體的氣味 舒緩蚊叮蟲咬 那Patchelry都很好的 那這個我們各個都應該 就是如果你有小朋友的媽媽呢 你都會基本上有支米碟香Rosemary的啦 那Rosemary呢 就幫我們對抗一下騎蜊仔啦 頭髮很好啦 體重管理很好啦 那這個肝啊 肝加油 那如果呢 你呢 去按摩的話呢 可以舒緩肌肉啦 那也都可以提高你的分析力 和專注力 提升你的精神警覺性呢 和緩解焦慮的 那你不要那麼焦慮的 那你就可以一二三完成這些工作啦 是不是? 好了 第三個 就是第三個啦 就是很忙喔 原來這些人呢 看起來呢 就是我這些啦 就不偷懶的 那他們的日子很緊湊的 就是身邊永遠都有大大小小的工作呢 要執行的 也都有新的計劃呢 感到興趣 就是感到很有興趣啦 但是偏偏呢 時間管理呢 一團糟的 這個人又想做 那個人又想做 那就好像一隻龍子裡的倉鼠裡 一樣呢 東奔西跑 好 但是呢 轉了一圈呢 都是返回餘地 什麼都沒有做過 那如果想停止這些走來走去的網呢 斷捨離的精油呢 絕對是有必要的 那什麼是斷捨離的精油呢 第一就是Cedarwood啦 它呢 是首選來的 安慎的效果 就是說你撿屋的時候 都要Cedarwood在這裡啦 聰明的鬥購呢 結合之後呢 就會明辨輕重 這個樣子我覺得很重要的 明辨輕重 使人更加集中 專注不受雜事的干擾 我經常都教我的大女兒呢 因為她已經12歲了 她很多事情都想做 就是我很多時候都會叫她 你寫一下你將Today To Do List給我看一下啦 但是寫了Today To Do List呢 都要教她分哪樣輕哪樣重 就是哪樣要先做 哪要做後 她們很多時候都會將最簡單的東西 或者她最喜歡的東西做先 但是你做了先之後呢 反而呢 你那個堂不是想先 那你就 就是 到 健康啦 收緊鬆弛的肌肉 緊致年輕我們的皮膚啦 排走多餘的水分 哇 真的很棒喔 還有呢 對吸煙啊 酒精藥物呢 都可以沒有那麼想去吸收它們的這樣啦 那跟著呢 那跟著呢呢 就是這個 這個 我覺得這些精油呢 很划算的 雖然呢 它就不是很很密 但是呢 你會看到呢 在中醫的方療裡面呢 整天都有它 那就可以幫助我們 對抗其力仔啦 舒緩肌肉和關節 那如果呢 那你那些 哎呀哎呀 這個東西 那裡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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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精油呢 那另外呢 肝胃 循環 神上善加油 那也都可以呢 令到你呢 更加專注 也都你心靈呢 更加有活力的 那你就可以滴兩滴 不非雪松 一滴就扣在你的三嶺裡 那也是很好的 這件事呢 媽咪正在做事情 我一會兒先 我一會兒給你 好 妹妹呢 她是要做小功課呢 才拿到她睡覺的 一會兒先做好 好 我們最後那個呢 就是好戶分明型了 那是非常清楚呢 這些人呢 就非常清楚自己的問題在哪裡的 如果是你喜歡做的事情呢 不管多辛苦呢 都會積極去做 那這些人也是的 是不是呢 但是遇到沒有興趣的事情呢 就放在一邊 不要看了 等到燒到眼眉再說 這些人是我 什麼我每一隻都是的 那這些人呢 感情很豐富的 甲狀腺的機能 很容易起伏的 有時候呢 全力做事的時候呢 就不吃不睡的 但是有一段時間呢 就呆幾天的喔 那我們呢 就最好將 沒藥和蒸香呢 結合了節制和熱情 那就不單止調整你的生命不及的毛病 就是比較平衡的人了 變成 那我經常都叫朋友仔 如果你想健康一點的肺加油呢 那我覺得 那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那另外呢 就是可以 它有很高的抗氧化能力 天然的啊 這個是 改善皮膚的狀況 我們講廢主皮毛就你疏鬆 所以呢 那麥呢 那麥呢 應該是可以幫助到皮膚的毛孔再收細一點 那另外 硬銀啦 腺體的 就是分泌加油啦 這個都很好的 那蒸香呢 就是這麽多隻 心血管啦 胃部都加油 甲狀腺都是的 更加平衡啦 加油啦 骨落關節也都是啦 牙韌 牙齒的 健康也都是 最重要的是 是提升 記憶力 提升愛情的品質啦 驅趕昆蟲啦 那這個呢 Cove裡面可以幫助到我們的 我們今天呢 講了四個配方啦 那希望呢 這四個配方呢 都幫助到大家啦 那也都喜歡我們的 情緒精油護辛苦啦 記得 給個like 如果喜歡的 幫我們like and share 那我們現在先拜拜 我們all book的朋友先 拜拜 看看我行不行 好 我現在remove了all book啦 好了 那跟著呢 就我們呢 講一下我們今天的題目啦 好嗎 那我們今天呢 會送出我們的抗香購 那抗香購呢 可以 你可以滴精油下去啦 那你就可以戴著口罩方面 那你就可以經常都聞到那些味道了 那我們 記不記得我們一個配方呢 是很適合我們這個 農曆七月戴的 那幫我寫那個配方呢 在我們的留言板上 那我呢 那我呢 星期五 星期五其實我們有情緒精油護辛苦 星期四啦 好嗎 今天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啦 星期五的十點前 我們截止好不好 那就是講 這次講 我們農曆七月 哪個配方是很適合的 其實我剛才講過的 那好啦 那多謝今天你們的收看啦 下次再見 星期五又見 星期五又見 拜拜 OK